本节目由科生八婆奥大利为你吃瓜播报 最近最火的剧是啥 当然是言喜攻略了 言喜攻略讲的是女主魏英洛 为查清清洁被害的真相 毅然入宫 在大清后宫在皇后的辅佐下一路打怪升级 最后成为了乾隆帝的练妃 也就是嘉靖的生母 这样的人设 这样的剧情有没有很眼熟 似乎每部深入后宫的大女主剧 都差不多类似的设置 从耍白甜 从被陷害到险恶 到开挂 战斗职一路飙升 手刃小妖小怪 KO终极BUS 最终抱得美难归 或者承接未业 或者两者兼得 作为本剧女一号 并非的原型 和其他宫斗剧女主 以小白兔性格出场不同 女主魏英洛不仅不傻白甜 反而有心计 有谋略 而且有胆识 绝不慎母 魏英洛一出场就对天对的 完成了爆打姑姑 顶撞贵妃 恐吓宫女等撞举 嘴炮能力max 堪称清朝马威威 每次讲话都套着一股 我就这暴脾气的气场 皇上听了都怕 来看看我们赴黑女主 在前八级的战绩 秀女乌雅驱逐出宫 并连作其妇 一名秀房姑女被秀房除名 帮姑姑仗刺时并驱逐出宫 不得不承认这个节奏的剧情 看的时候那是相当带劲啊 面对嫉妒自己的同僚 魏英洛锦抓大家 不敢把事情闹大的心理 采取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方式方法 你在我被褥上浇一壶水 我就在你被褥上泼一桶水 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高贵妃 脑子一转立刻另辟蹊井 装风曼煞 疑问三不知 在逃过一劫之后 立刻给打小报告 在宫女玲珑一个难忘的下马威 在发现有人散布自己和宫妹 是未有私行的谣言之后 魏英洛并没有立刻跳出来 辩解自己是清白的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大戏 让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和室妹私会 并且已经怀孕 那结果自然就是就在大家幸灾乐祸 等着抓现行的时候 来了个惊天大逆转 还来了个WK 他说他从来都不是个好人 也不会坐以待地等着被人欺负 所有欺负他的人 他都会一一讨回 女主被但不是白莲花 简直是一朵盛开的黑莲花 真是很久没有见过如此解气和霸气的女主了 除了我们不走行长路的女主 我们的乾隆皇帝 宫斗剧中唯一的男主 绝对的C位出道 不过这次的皇帝 也是颠覆了以往后宫剧中霍悉尼的作范 不仅仅是个毒蛇 而且才是个绿茶表鉴定专家 在第一集秀女入宫的戏码中 这位皇帝就展现了其亲戚的对人脑贼路 真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接着一位刚进宫的贵人故意 乔晚上在玉花园里唱歌 希望能引起皇上的注意 本来以为皇帝也会像《甄嬛传》里的雍正一样 又霜若灼被美色和歌声所诱惑 万万没想到 这位调皮的皇上 居然让这位贵人 在玉花园里唱了一晚 还让太监全程盯着 这波操作我福 除此之外 蛇诗曼的加盟 让人眼前一亮 刚开始贤卑这个人物曼能苦评 被亲母长官 被高贵妃羞辱 变卖首饰 后来经历了家中的一连串变故和信仰的倒塌之后 贤妃在黑化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最失败的人设应该就是高贵妃了 她的人物形象立不住 不丰满 根本原因是她的行为没有逻辑性 有人说高贵妃的形象是仿照华妃 但是华妃有强大的家庭后盾 并且有圣宠 所以可以将不受宠的皇后看低 可以嚣张霸道不可一世 但是高贵妃家族不显赫 皇帝又独宠皇后一人 她不忙着邀宠 还处处冒犯皇后 亲人公妃 这皇帝不快低自信是哪来的 你不比圣宠 比年薪 比待遇是几个意思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